不法分子勒索收取保護費的新聞 相信大家都聽過 而早前就有案件 懷疑是跟收不到保護費有關 店舖的玻璃被人打爛了 店主也被人打傷了 究竟當大家面對這些不法之徒的勒索 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有些人想預約花挑嗎? 有想預約甚麼時候嗎 又或者這樣 跟兩位介紹我們這裡有甚麼玩 我們可以唱棋,可以玩遊戲機 又可以打麻將 這邊還有波波士 不用了 你明白的 你想做健身嗎 但我們這裡沒有健身設備 我們不是健身 我們來這裡收保護費 保護費? 老闆,有人找你 是否想介紹有甚麼設施呢 不用了,你才做就行了 要不然你不用在這裡做生意 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在這裡做生意? 你給了保護費,就可以在這裡做生意 保護費? 老闆,那比不比嗎? 還是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快點打發這兩個不足之客 比…那要多少? 看你這麼合作,一句三千八 三千八? 你… 剛剛有日間的保護費 還有夜間的保護費 還有節日的保護費 超時的保護費 甚麼費甚麼費 我們好像吸血姜絲 吸乾了你的血 哪有這麼多錢? 再這樣下去,一定會撿一顆 撿一顆,也要給你撿一顆保護費 是嗎? 只剩10元而已 還給你了 老闆… 你想什麼?那就是給不給? 不給?給什麼? 我都可以打,別以為我會欺負 老闆,你不給?好東西 你小心,看路,忍住你的店 我們就這樣走,很不值得 我都知道,不如補一補 你們幹什麼? 住手,別打了… 分手吧,好嗎? 老闆,你沒事吧? 那我們現在給不給? 不想了…給又死,不給又死 那就是給不給? 你別逼我,我真的想不到 老闆,你先看這個吧 應該幫到你的 景信錦朗? 你好保護費 到現在alth什麼費,別理解 那我沒事吧? 我面前 iPhone 你平時還要拿起 老闆 Making 老闆 Champion 你好apan 我今天要嘛 醬 吧? 要 silent legal 是啊 普通商量清楚 大家遇到這些勒索案件的時候 首先要保持冷靜 在安全的情況下報警求助 同時也要避免跟這些不法之徒 發生正面的衝突 並且盡可能向警方提供勒索的證據 包括錄音和閉路電視影片等等 警方一直致力打擊任何黑社會的活動 包括勒索保護費等行為 而勒索是屬於嚴重的刑事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是會被判監禁14年 最後,如果大家遇到同類型的情況 記得要停申舉報 立即報警求助 在旁邊了 你可以選擇 說明 Gör 崛